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要做好防疫措施 遏制疫情扩散 现在是年终假期 人群随着旅游季节而有所增加 加上天气变化 这些都是导致疫情卷土重来的因素 至于出现冠病症状者 他也劝告他们需自主自发地戴起口罩 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 另一则新闻 沙巴巫统众多名领袖高调出席明星党代表大会 似乎坐视两党合作组建政治联盟 在沙巴州选应对沙巴人民联盟的传言 明星党主席沙菲伊阿达在大会发表政策演说时 直接表明明星党对于沙巴 巫统的合作不存在任何问题 一切只为沙巴及沙巴人的权益 他披露本身也曾邀请沙巴 团结党及沙巴立新党合作 但该两个属沙盟成员党的政党却拒绝 这项以沙巴争取权益为前提的合作要求 他强调尽管邦莫达所在的巫统是西马政党 但邦莫达是货真价实的沙巴及金纳巴当案人 新系沙巴斗争与他合作自然没有问题 他也趁机调侃其他本土政党 只是披着本土党的外衣但却没有捍卫权益 妄为本土党反制邦莫达则是 秉持本土党的思维捍卫沙巴权益 沙菲伊也表示 明星党愿与全国及沙巴本土政党合作 但前提是必须愿为沙巴权益斗争否则免谈 他说若明星党及沙巴巫统注定会 应共同捍卫沙巴权益的目标合作 明星党没有任何理由会拒绝这项合作要求 另外帮莫达指出 沙巴巫统与其他政党包括明星党的合作是很重要 但目前双方还未就合作进行正式决定及宣布 他说明星党和巫统的合作一直都在 双方也会继续讨论在沙巴州 选及组建政治联盟合作的事宜 为赞不清楚何时有正式决定 他也否认沙巴巫统分裂成两派的谣言 强调沙巴巫统一直都团结和完整 认为谣言会止于智者 他说在政治上任何事情和 时候都存在不同的传言谣言 但他从不相信这些传言 也希望党员及民众不要轻信谣言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